今天是民邁策州長第三次率航來臺灣訪問 而且在過去的 8 年 因為您的努力推動 讓臺灣和華安民州雙邊的貿易關係 不斷的貿易跟經濟關係不斷的提升 我還記得去年您來到臺灣 見證臺灣和華安民州簽署駕照相互承認的協議 在今年 2 月您跟各州議會的領袖 更促成華安民州議會通過派主海外國際代表的預算 我們非常高興 華安民州即將在臺灣成立華安民州亞太商務辦事處 將是 30 年來 華安民州首度在海外設立商務辦事處 我相信未來我們的雙邊關係一定會越來越密切 臺灣是華安民州亞洲第六大全球第13大出口市場 我們的經貿關係不斷互補 我們也希望可以更深化更多層次的交流 州長所推動的《華安州經濟多元發展方案》 成功帶動了科技 能源 農業 還有區塊鏈等產業成長 這些領域也是臺灣現在正在積極發展的產業 我們有很多專精的人才 我知道州長對交易也非常重視 因此我們非常期待創造更多的機會 讓臺灣的學子跟產業的人才 能夠跟華安民州的產學界有更多的交流 為產業的發展注入更多的創新和活力 各位此行不但會拜訪我們的農業畜牧業 這個禮拜也將前往臺中了解臺灣的能源產業 我也非常期待透過這次的訪問 可以為臺灣跟華安民州之間尋找到更多合作雙贏的機會 最後我要祝福大家這次的行程圓滿順利